十四号上午 八宝山革命公墓里谈 庄严肃目 哀怨低回 正听上方悬挂着 黑底白字的行符 沉痛悼念 吴邦国同志 横幅下方 是吴邦国同志的遗像 吴邦国同志的遗体 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 身上覆盖着 先红的中国共产党党籍 上午九时三十分许 习近平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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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明镜 韩正等 在哀怨声中 缓步来到吴邦国同志的遗体前 苏立默 苏立默 向吴邦国同志的遗体 三鞠躬 并与吴邦国同志亲属 一一握手 表示慰问 胡锦涛 胡锦涛 宋花圈 对吴邦国同志逝世 表示哀悼 吴邦国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 习近平 李强 赵乐际 王沪宁 蔡奇 丁薛祥 李希 韩正 胡锦涛等同志 前往医院看望 或通过各种形式 对吴邦国同志逝世 表示沉痛哀悼 并向其亲属 表示深切慰问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 前往送别 或以各种方式 表示哀悼 中央和国家机关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吴邦国同志 生前友好 和家乡代表 也前往送别 当地时间13号上午 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 越南总理范明正 在主席府广场举行的欢迎仪式 李强抵达时 范明正在下车处迎接 两国总理登上检阅台 军乐队奏中越两国国歌 李强在范明正陪同下 检阅仪仗队 并观看分裂式 欢迎仪式后 李强同范明正举行会谈 李强表示 今年8月 习近平总书记 国家主席 同苏林总书记 国家主席举行会晤 为中越关系发展 剥划了新蓝图 中方运同越方一道 落实好两党两国 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落实好贡献一带一路倡议 和两廊一圈框架对接 合作规划 深化互联互通 贸易投资 以及旅游 医疗 防灾 减灾等领域合作 扩大本币结算合作 拓展数字经济 绿色发展等新兴产业合作 双方要深化人文交流 增进两国人民 特别是年轻一代的 相互了解和感情 让中越友好事业 代代传承 双方要坚持友好协商 妥善处理分歧 扩大海上合作 中方愿同越方 加强多边协调配合 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 引领国际社会一道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翻明正表示 越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支持中国发展壮大 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系列全球倡议 越方愿同中方 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 重要共识为引领 密切高层交往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推进金融 投资 农业 科技 基础设施 数字经济 绿色发展等领域合作 密切教育 旅游 青年交流 双方要坚持通过友好协商 妥善管控分歧 共同维护海上和平稳定 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出席互联互通农产品海关金融人力资源媒体教育等领域合作文本交换一事 当天李强还瞻仰了胡志明林并敬献花圈 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声明 当地时间10月13号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越南国会大厦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明 李强表示 近年来中越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势头 中方院同越方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为根本遵循 坚定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 中方院同越方拓展立法机构交流合作 大力支持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 增进两国民众 特别是青年一代相知相亲 持续助劳两国合作的民意基础 陈清明表示 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 中国一定能够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伟大成就 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保持密切往来 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经验交流 为推进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发挥积极作用 当天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河内同越南总理范明正共同出席中越企业代表作谈会 李强表示中越两国发展战略持续对接 互联互通持续加强 互补优势持续释放 经贸合作还有更大潜力待发掘 希望两国企业家们进一步加强合作 更加主动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对接 共促产业融合发展 汇聚创新创造合力 为中越共同发展贡献力量 范明正表示 越方愿同中方本着互利共赢精神 着力提升企业合作水平 欢迎中国企业继续扩大对越投资 期待两国企业积极加强对接 共同推动两国务实合作走向深入 与会企业代表表示 两国商界看好在彼此市场发展前景 对深化合作抱有坚定信心 愿抢抓机遇 推动双方合作向更深层次 更高水平发展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1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 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参议长 莱恩斯举行会谈 赵乐际表示 过去两年来 在习近平主席和阿尔巴尼斯总理的 战略引领下 中澳关系走出低谷 实现全面转环 并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轨 中方愿从澳方携手前行 增进政治互信 深化互利合作 推动构建更加成熟稳定 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赵乐际指出 树立对彼此的正确认知 是发展好中澳关系的基本前提 希望澳方坚持正确对华认知 客观积极看待中国的发展 尊重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夯实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 双方要巩固好能矿农业等传统领域合作 拓展绿色科技 新能源 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 促进贸易投资环境 公平开放 深化地方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合作 后置中澳关系的民意基础 赵乐际表示 中国全国人大 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一道 聚焦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 加强立法机构高层 专门委员会 双边友好小组 人大代表和议员的友好交往 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互学互建立法 监督等工作经验 赵乐际介绍了 中国坚持绿色发展的有关情况 莱恩斯表示 澳参议院访华代表团成员 来自澳不同党派 不同地区 但有一个共同点 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健康发展 两国关系齐稳向好 令人鼓舞 西进一步推动经贸 绿色经济 气候变化 人文等领域务实合作 澳参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 加强交流合作 为促进澳中关系发展 作出贡献 铁宁参加会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